今天来吃42颗橘子粒 先摘掉树枝用刀小心切开橘子皮 切记不可损伤到果肉 然后再撕掉果肉上的白丝 尽量做到整丝不断 或者藕断丝连也行 留着备用 接着包开橘子果肉 挑选最饱满的一半撕开外衣 依次摘出果粒 每颗小果粒都带着尾巴 这像什么呢 是不是像跳动的音符啊 这是比喻还是拟人呢 体育老师没教过语文 评论区告诉我 再从130粒中选42粒 厚度小于4毫米果粒 橘子皮上厂了 垫一张油纸 把刚才撕下来的白丝 跟薄膜扑上去 最后再量取21克白糖 注入5毫升水 小火烧开融化 趁着滚烫 直接浇注在橘子白丝上 让它自然冷却600秒定型 定型后 去掉油脂 OK又是优雅又奢侈的一彩 把橘子果粒 按照逆时针顺序排列 强迫症就得同一方向 好了 来自橘子树的橘子叶 宝子们请与我一起享用吧 猫卡包卡